今晚来共同欣赏的是 春暮夕缘 名高启 绿池芳草满情波 春色都从雨里过 真是人家花落尽 菜其今日别来多 这首春暮夕缘诗 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 并有明代诗人之冠美誉的诗人 高启的作品 此诗曾作为诗歌鉴赏题材料 出现在2011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湖南卷的语文诗题中 从诗题可以看出 这是一首田园诗 写的是晚春时景 首句绿池芳草满情波 绿方两个字 从视觉和嗅觉两个角度 描绘了绿水盈盈 芳草漆漆的春天美景 情波及阳光 满字形象地写出了 阳光洒满水池的景象 四句春色都从雨里过 变明春天的气候特点 以及春色将近的情景 从春天的多雨 更衬托出阳光的可贵 第三句 知识人家花落镜 花落镜进一步说明 已是牧春时节 知字表明 花落镜是作者的推测 为虚写 末句 菜其今日 迭来多 暗点西缘 诗人不因春光逝去而感伤 而是描写迭来多 写出尽管春静 但仍充满着生机和盎然情趣 全诗语言清新自然 通畅流转 意向动静皆备 丰富唯美 写景状物虚实相生 形象地表现了作者 对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 我们最后再来一起诵读一遍 春暮西缘 明高启 绿池芳草满情波 春色都从雨里过 知识人家花落镜 菜其今日 别来多 好了